開牌 2014年2月22號 慈大媒體製作 暨教學中心啟用 由大愛電視台 作為教學後盾 提供設備 讓學生能實務練習 在這裡大家可以 學到一些法專業 特別實務的技術 跟你們的理論 有一個結合 把人穩練 內功練 將來不管在製作節目 然後判斷以後 都會相當心 兩年多的籌劃 校園設置攝影棚 副控室 非傳播系專屬 各科系也能學習 增加第二專長 有點偏黃 那個四號機 也要再重新對白一次 現在就有這個機會 就很開心 理論 實務相結合 讓年輕學子更具競爭力 在進駐職場時 能無縫接軌 2011年2月22號 紐西蘭基東城 規模6.3強震 造成100多人往生 上百人失蹤 建物毀損 三天後2月25號 首批磁濟鎮災物資 400件毛毯與物資包 200份醫療包 由澳洲航空無償運送 協助磁濟救災 對於磁濟的鎮災物資 他們都非常的驚訝 他們也很願意 如果說有什麼活動 有什麼需要的話 他們都很願意來斷施工 從物資籌備 上接募款 到深入災區發放 非常靈性 我們非常感謝佛仁 我們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歷經無數寒暑 曾經已深耕當地 多年後 曾協助救災的 實業家們再聚首 如果我們去聚首寶寺 去聚首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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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首寶寺 聚首寶寺 會很大意見 基督城 南島第一大城 也是紐西蘭最古老城市 災難後曠日費時的震災路 置工從舉步為艱 到步步踏實 2010年2月22號 新豐村永久屋上樑 莫拉克風災 此季原建屏東高樹鄉 新豐村8戶永久住宅 新春開工上樑 代表平東縣民 對上人 對林副總這段時間 跟團隊這樣這麼緊張這麼怕病 是安生活的居住之處 也是來為他們打造 他們的未來 88件入駐禮 施工81天後 4月19號入駐新家 建材及施工 求高品質 高效率 心情就很開朗啊 高興啊 感恩大家 師兄師姐 善人 我很興奮 和阿祖姐 她的愛心不高 永久屋成了鄰近村落 新景點 上人特別前往關心 平東偉寮山下 占地0.24公頃 高樹慈濟大愛園區 永久屋 住立在安穩之處 居民掃去風災陰霾 展現全新生活姿態 平東偉寺 成績 成績 聖劇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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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